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少奶奶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看她不顺眼 我现在看谁都不顺眼 可以吗 笑死我 我警告你别过来 我对你不客气 我不打你 没出息的东西 你是吃了春药了还是怎么了 见女人就泼 我还想吃炸药吗 怎么了 老爷子又给你吃排头了 还是咸鱼头给你受气了 你说你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小不忍择落大毛 你骗不停 现在老爷子拿周济春当宝 你骗这个时候跟他对着干 你不知道局分是他的人 连我都要让他三分 我凭什么让 我已经忍得他够多了 你看你多大能耐 你就有本事跟我吼两声吧 有本事你跟老爷子吵去 我告诉你原配珠 我今天还就在老爷子面前吼了 怎么了 你干什么 老子辞职不干了 你辞职了 你敢跟我辞职 干嘛呢 你谋上亲父呢吧 撩挑子算什么本事 有本事你把咸鱼头比下去 你让别人也叫你一声神童 是啊 我是比不上咸鱼头 但是有一点他比不上我 他不姓陈 就算我陈子部再怎么混 再怎么没出息 可是我命好啊 我是他陈建廷的儿子 就凭这一点 我想什么时候撩挑子 我就什么时候撩挑子 我还怕我爸死了以后 别人来分我的财产 门都没有 我陈子部 是陈建廷唯一的法定继承人 Do you understand? 我算是想明白了 此时不撩挑子 我更待何时啊 我干嘛那么辛苦啊 周济春不是能干吗 OK 让他干去吧 公司的钱赚得越多越好 我呀 坐享其成 何乐而不为啊 你就找个心理安慰吧 我看你啊 就是一块挺不起来的豆腐 我说你这个人 老爷你回来了 爸 小姐 爸你回来了 你去哪了 老爷去了一趟商号 去商号 爸你怎么那么不听话 医生不是说不让你乱跑吗 再发病怎么办 我去活动活动腿脚 我去去杯茶来 不用 你呀 赶快去给我收拾一下行李 收拾行李 嗯 你去哪啊 你别管 我回一趟老家 你还在那站着干什么呀 赶快去订票 我明天一早就走 哎不许去回来 爸 你把话说清楚 不然我不让你去 嗨 我 我是去治病去 就是 行 我陪你一起去 不用 有鲁静跟着就行了 不行 我一定要陪你去 好 周先生好 老爷好 陈老板 来来来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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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不声声 扶一下啊 小心小心 请 好的 请 请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欧洲八大银行 对金融大厦的连贷案 已经通过 啊 啊 用你们中国一句老话 叫做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啊 陈老板 现在就要看你如何解决地皮问题了 嗯 呵呵呵 好 吃饭 不谈公事 好啊 来来来 老爷 不好意思啊 两位老板 由于厨子老杨回家喝喜酒 今晚的菜是由下人菊芬掌勺的 做得不好 请多多包涵 啊 这么个小女子 就能碰出如此美味的佳肴啊 哎呀 你们中国呢真是 藏龙卧虎之地啊 陈老板 你口服不浅啊 哎呀 我现在就只剩下这点爱好了 季春啊 民以食为天 这能娶一个 会持家做饭的老婆 那比什么都强 对吧 老板说得有道理 老爷 还是让我亲自陪您回老家吧 不用了 令仪跟着就行了 你啊 把商号的事情管理好了 在这个时候 可千万不能再出任何疲漏了 老爷我知道了 有事发电报号 好 老爷 多保重啊 老爷您要安心吃药 放心 快点 三妹 走吧 子贺 早 我实在受不了了 自从大姐发现我的事情以来 我不敢越雷池半步 要是让老头子发现就完了 子贺 带我走吧 我求求你了 摩 作詞・作曲 李宗盛 老爷 这么丰盛啊 我不太会做 不知道合不合您的胃口 不会做都做这么多菜 那要会做不开馆子去了 坐下 没事 我不做了 就站着吧 你站着我怎么吃得下呀 好像逼我赶紧吃完似的 坐坐坐 我呀 一直想找时间跟你聊一聊 你跟季春现在怎么样了 没怎么样 什么叫没怎么样 你们不是已经订了婚了吗 那是在乡下 到了上海 就不做数了 什么叫不做数啊 这订了婚就是订了婚 怎么能不做数呢 这我不好说 您还是去问季春哥吧 是不是季春到了上海以后变了心 真跟孔小姐好上了 是孔小姐死缠烂打她的 不能怪她 这事还有死缠烂打的呀 总之我不怪她 是我不要她的 你不要她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讲 真的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 真的什么都不想了 想了又能怎么样 今天 把大家招来 是想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情 由于上海那边的商号 发生了一些状况 所以 我必须把这个老宅子 和一百亩盐田 给卖了 爸 你不是说回来 怎么怎么办啊 你去哪儿啊 你出了什么事啊 你去哪儿啊 啊 你们都出去吧 是啊 是啊 怎么办啊 出去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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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去去去去 去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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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你为什么瞒着我 我 我 我这也是 不得已而为之啊 我们真的要卖老宅吗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有什么办法呀 银行给我们做担保 我们拿什么给人家呀 这个老宅子好是好啊 可我一年到头 也来不了一两次 还要养着一大批下人 这平时不觉得 可如今一细算起来 还真是一大批开销呢 算了 卖了算了 可这是你养老的地方啊 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哪 这钱财啊是身外土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没了就没了 不卖 不卖 我死都不卖 令狱 老爷 这宅子不能卖啊 老爷 别哭 别哭啊 你们大家放心 在我卖掉这个老宅子之前 我一定会把大家都安顿好 你们大家跟了我几十年了 都不容易 啊 我会给大家每人一笔安家费 就按你们来孔家的年资计算 总之 我孔山人 不会亏待你 放弃 老爷 放弃 放弃 都别哭了 老爷 大伙都回去干活了 怎么办 好 喂 找谁啊 我 我找孔小姐 哦 她回乡了 回乡 你是谁啊 啊 没有 怎么这是回乡 你说过你要对我好 可是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 你在哪儿啊 雨 曾在水底 早知太阳 是爱与我 宁愿吹过来哪 海风 潮水上 浪花涌 雨川儿飘飘 隔西多 在我 我 在你 沉浪 入 你 满 你 你 你 嗯 俊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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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嗎 我桌上的饭 那是我送的 反正老爷也要吃 就一块儿坐了吧 谢谢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我想了很久 一直想把跟妈借来上海 她一辈子也没离开过棒吃 现在我们又刚好在这边 你觉得呢 我妈她不会来的 她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也是 没什么事你先回去吧 我走了 剧坟吗 你又想剧坟了 老周坐坐坐 好 刚儿子来信了吗 今天刚来了一方 说她最近在学开车 他们老板送了她一辆小车 车 什么车呀 你猜猜看 肯定不是牛车 是马车吧 哪是马车呀 是洋车 洋车 洋车 那得花多少钱呀 哎呀 我都不敢醒了 这小子是真有出息了 吉辰大是真有出息了 我们家菊飞哪没这个命 判不上这门好气呢 哎呀 现在孩子都大了 遥不得爹娘了 又不能把她拴在裤腰带上 使她向哪儿 她就向哪儿 哎 吉辰这孩子啊 从小到大 没惹过我生气 哎 就这事 这都是缘分啊 哎 人哪 还没生 就定死 谁该过什么样的日子 老天是注定好了的 就算一个娘胎生出来的 都不途命啊 我今天在镇上 看到孔小姐了 什么 她回来了 这个妖女 周大哥 你不要这样说她 你让我怎么说她 叫她妖女 还是客气 她就是那个西游记里面那个 白骨精 谁战胜她 谁倒霉 你不知道 你怎么能这样说她呢 她 她也是好人家的孩子呀 哎呀 什么好人家 那孔老爷 也不是什么正经货色 一口气 她娶了六个姨太太 上梁不正下梁歪 那闺女啊 还不是有样学样啊 其实你不知道 空下给她 你还替她说话呀 她把我们两家害惨了 我儿子啊 我儿子啊就是被她脱下水的 到现在 结婚了吗 成家了吗 我早就跟她说了 跟这个妖女折腾啊 到头来准是竹篮子打水一闪空 可她不听啊 我能怎样啊 要是让我碰到她 我上去就给她两个耳瓜子 害人惊 使不得 这使不得呀 只料大哥 你不知道 这手起手背 都是肉啊 你 你说的什么呀 我 我也跟你说不清楚 哎 什么 什么手起手背啊 您看看 爸 你不能签 灵依啊 你不要管 爸 你明白你不能签 我都答应徐老板了 怎么好反悔呢 对不起啊 好好好 灵依 给老爸吧 你看你 老爸都想开了 你还有什么想不开的呀 爸 听老爸的话 听话 老爷 母亲有事吗 你们先下去吧 是 说吧 你这是干什么呀 快扶得起来 小姐 您让我把话说完 老爷 我从小没爹没娘 您对我恩重如山 我生是孔家的人 死是孔家的鬼 老爷 您上哪儿我就上哪儿 我哪儿也不去 您别把我扔下行吗 我给您磕头了 我给您磕头了 陆进 陆进 陆进啊 不是我不想留你 我现在是 尼菩萨过河 自身难保啊 唉 等我处理完老家这摊的事 我回上海 还要处理那一摊的事呢 该撤的撤 该捡的捡 该裁的裁 来 我们 要共度时间啊 老爷 我 我可以告诉你 我给你的安家费是最高的 你呢 拿着这笔钱回老家去 买几亩地 盖两间房 再娶个媳妇 你呀 也该有个家了 咱们要是有缘分的话 等我把那私厂建起来 我再把你聘回来 老爷 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是想跟着您 跟着小姐 我真是 我想伺候你们一辈子 老爷 爸 你就让陆进 跟我们一起回去吧 好 进来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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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境实忠臣 难得你一片忠心哪 那就 那就先 随我回上海再说吧 你 你 你曾祖父就是靠这片盐田起家的 你曾祖父有先见之明 他说 光靠这片盐田吃不到子孙万大 他又说 若生意就像溺水行舟 不进则退 必须不断开拓 才能保持不败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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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干就在村口等着呢 嗯 我们走吧 这黄娇野外的 要是碰上个打劫的可怎么办 呸呸呸 你就不会说点好听的呀 嘿嘿 嗯 房产地产都卖了 回去看什么呀 令一啊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柴手 咱们孔家 祖祖辈辈 几起几落 什么疯了都见过 哼 你相信老爸 用不了多久啊 老爸就会把这一切 都给赎回来 说你今天漂亮 你就不好意思了 什么呀 就是啊 还害羞呢 还不好意思呢 嗯 没有 鞠芬妈 鞠芬妈 你看早就来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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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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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你们干什么 快给我 别搅 给我 奴婚了 快走 快走 靓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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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構真的 靓儿 来 李 hamb楓儿 靓儿 靓儿 快半个小哈哈 啊 李尔 李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妈 我来看你来了 大叔 谁是你大叔啊 你来干什么 您就是周济春的父亲吧 你还想干什么 这位大嫂为了救我和小女遇难 请允许我们向她表示我们的敬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钱不成敬意 一定要给大嫂办个风风光光的葬礼 拜托了 大嫂 谢谢你给他们 拜托了 又劳帮忙了 丁怡 咱们走吧 开门 开门 志芬 志芬 志芬哥 怎么了 我干嘛他 我娘 我娘他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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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 娘 好 志芬 小心一点 娘 大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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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你醒醒啊 娘 绝不回来看你了 娘 你醒醒啊 乖孩子 别哭了 乖孩子 你再哭 娘也回不来了 娘 你醒醒 孩子 别把身子哭坏了 快起来吧 干爹 你告诉我 我娘的究竟是怎么死的 是为了救人 救人 为了救谁 他救谁 孩子 再过几天 办完了事 干爹再慢慢跟你说 不 你现在就告诉我 我娘她究竟是为了救谁死的 她为了救谁 老周 你就告诉菊芬吧 瞒是瞒不住的 说呀 说呀 孩子 我告诉你 你娘是为了救孔小姐而死的 你娘是为了救死的 多么 你娘是为了救死的 我娘是为了救命 是布 那又你娘是为了救死的 你娘是为了救生的 举芬 举芬 别拦住 你别拦住 举芬 我要杀了他 举芬 举芬 你干什么 请不得呀举芬 举芬 我要杀了他 不能了 我要杀了他 为什么 为什么总是他 为什么 举芬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你跟他爸要去盐田 然后 别再说了 你走 举芬 周济出我恨你 要不是你把那个女人引来 也不会发生这么多事情 我娘也不会就这么死了 周济出 我不想再见到你 啊 举芬 举芬 我给你栽了一些小树秧子 就让他们陪伴你了 这些小树秧子 跟孩子一样 长得可快的 几年不用 就成大树 放 这期到了我得回上海 回吧 我跟妈都在想要把你一起接到上海住 你问家哪儿去吧 我呀 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你一个人待在家门不放心 有什么不放心 我有手有脚的 对了 我差点忘了一件事 跟我来 爸 这是 这些钱 是孔家留下的 我们不需要他们的钱 你还给他们吧 我还给他们 会五十九二十二十五十四十十十十四十十十五十五十十七十年才 菊芬啊 你放心地走吧 家里的事有我照应着呢 我会定期 去你娘的坟上上上香 打扫打扫 谢谢你干爹 有时间的话 回来看看你娘 也看看你干爹 也看看你 你 菊芬啊 一个人在外 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自己疼自己 我知道 要是在上海 找到好的婆家 派承赵寄回来 也让你干爹 高兴高兴 我们周家传舞 围着福气 跟你们缘呢 别说了 既然你会跟着我 我刚从乡下回来 丧事办完了吗 我为什么没看到你 我干妈是为了救你才 为什么我在葬礼上 没有看到你们孔家任何一个人 对不起 一条人命呢 怎么就换不起你们这些有钱人 哪怕一点点的悲悯之情 姬春 这些钱你拿回去 我们不稀罕你 令姨 你跟姬春怎么又吵架了 你们这事怎么了 嫌疑头现在果真是有钱了 也学会撒钱这一招了 怎么没有人冲我撒钱呢 最好是金条 那才叫过瘾 佩初 就不能少说两句 菊芬病了 她从乡下回来就病倒了 你叮嘱过我 让我好好照顾她 我可铭记在心啊 两天了她一直都卧床休息呢 什么会儿也没干 医疗费我也让账房给报了 怎么样 我够意思吧 应该没什么事 我给你开点药 你只要定时吃 这样你的病 就能好得快 谢谢你啊 健身哥 再这么说 可就见外了 好不说 菊芬 我还是那句话 我们作为医生的 身体上的病可以治 可心病 还得靠自己调整 解癌顺便吧 菊芬 孔小姐来看你了 孔小姐 季生也在 菊芬 你还好吗 你来干什么 我知道你病了 我来看看你 我不需要你来看我 请你出去 我知道你不会谅解我 但是我 我不想听你解释 出去 出去 孔小姐 菊芬还在生病 你就不要打扰她了 出去 出去 你给我出去 出去 你出去 我不想再见到你 别急 菊芬你别去动 菊芬 听话 孔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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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菊芬 菊芬她娘刚刚去世 她心情不好 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听话 这又是何必呢 善人兄啊 好久不见 还记得这个地方啊 菊芬兄真会开玩笑啊 这个地方我怎么能忘得了呢 我今天来啊 是给你送请简来了 什么大事 明天我的善人司场举行奠基典礼 简芬兄请光临 这是大事 我一定到 恭喜恭喜啊 不容易啊 有人想我死 可我偏不死 还要活出个样子给他看看 瞧你说的什么话 剑场是好事 别开口闭口死啊死 忌讳啊 建庭兄不会这么脆弱吧 说个生死有什么呀 只有治死地而后生 才能体会出活的意义 那倒是 我听说前些日子你回老家搬钱去了 是吗 资金都够了 需不需要我帮忙 运用不着 等我胜战出第一批丝绸的时候 一定先送你一批 感谢你长期以来对我的关心和照顾 好说好说 老白 到锦江去订一桌 咱们提前给孔老板庆贺 是 免了免了 告辞了 我送完 我来吧 慢点啊 来 少奶奶 你下去吧 是 少奶奶 快躺下 快躺下 你身体怎么样了 我差不多好了 明天就可以干活了 嗨 家里又不缺人急着干活 等你养好了再说吧 你每周都去平民学校念书 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 我找了一件 我的新衣服还没来得及穿呢 送给你了 少奶奶 我穿这么漂亮的衣服 不合适 什么合适不合适的 人靠衣服马靠安 我可不是随便送人的 拿着吧 我可从来都没有把你当下人看 少奶奶 这 快点收起来 不然我可真生气了 谢谢少奶奶 我刚才看见孔令仪来看你了 她为什么来看你啊 你看我说话这么直接 我的意思是说 周济春不是你的前任未婚夫吗 照理说 她来看我 我一直想让她自己心里好受一点罢了 她有什么可不好受的呀 在这个家里我是少奶奶 可鲁年纪啊 咱俩差不了多少 你就拿我当自己的姐妹吧 有什么话就直接跟我说吧 雅各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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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生气 她要怎么折腾就让她怎么折腾去 好不好 等她折腾不动了 那可就是她气数进了 放心 不会耽误我们金融大厦的 欧洲银行连带的事你继续进行 当然 我招多得很哪 放心吧 好吧 好 孔湛仁 你以为我只有一个套路陪你玩啊 孔灵仪抢走你未婚夫又害死你娘 你怎么能就这样轻易放过她 不然你怎么样 巨芬 你不能这么软弱 你要报仇 我支持你 她不让你好过 你也不让她好过 报仇 我也想过报仇 可是 可是什么呀 可是我命不好 她是我妹妹 什么 她是你妹妹 她是我的亲妹妹 巨芬 你是不是病糊涂了 你姓妮她姓孔 她怎么会是你亲妹妹呢 我没有乱说 她不是孔老爷亲生的 她是孔老爷抱过来的 那是我家穷的既不开国 我爹得了劳病 躺在床上只剩下一口气 姑娘只好忍痛 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送给了别人 那次孔令仪来乡下闹婚 便便说她怀上了季春的孩子 我当时疯了 要和她拼命 是我娘哭着求我 不要和自己的亲妹妹这样 世上的事情就是这么强 你最痛恨的情敌居然是你自己的亲妹妹 同样是一个娘生的 有的生来想不错了 有的人生下来却要吃苦受罪 哟 众明的孔大小姐 原来是个冒牌货呀 和你们有的生命 叫娘哟 去刘萱 叫娘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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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老样子 我这儿有一条独家新闻 你一定感兴趣的 来 背包 背包 来看呀 新闻小姐 背包 背包了 给地方 背包 背包 背包了 投诉大新闻啊 控驾打小姐是冒卡先进的 这是明天大黄 老板 老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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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贺啊 老爷 你赶快打电话 把王律师找来 我要起诉这家报纸 老爷 您先消遥气 我呢 我先想想办法 怎么样去消除负面影响 四合 咱们什么时候得罪这家报纸了 他们凭什么跟我过不去啊 他们有什么证据 说令仪不是我的亲生女儿啊 实在是不像话 这简直就是捕风捉眼 我看哪 问题没那么简单 一定是有人在幕后指使 想搞臭我们孔家的名声 整垮善言善好 我这就打电话请律师 令仪 令仪 你又上报纸了 我上报了 对啊 上面写什么 你自己看看 他们怎么能这样写呢 你不是孔小姐 那你会是谁啊 以后我们要怎么称呼你呢 这些人怎么那么无聊啊 怎么不去当编辑呢 对啊 但是他们都议论疯了 都在议论你的绅士背景 令仪 我觉得你有必要去登报纸 澄清一下 这个很严重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我澄清什么呀 再说了 我上头本头条 也不是第一次了 这说明我有新闻价值 爱说什么说什么吧 晚报 卖我盘天津见银记 卖我盘天津见银记 新闻 晚报 我买了 干什么呀 银记啊 先生 买份报了 来 先生 买我的吧 买我的吧 都买了 都买了 我全都买了 谢谢 谢谢 去吧 干什么 有多少报纸 我全要了 都要啊 特地无纸 你到底是有什么事 这下 你 那 我 下 小姐 你怎么来了 怎么这么多报纸啊 老爷吩咐的 把今天上海的新闻报 全给买回来了 我爸看了吗 爸 报纸上写的是真的吗 报纸上的话你也相信哪 别听他们胡说八道 你如果不是老爸的亲生女儿 老爸能这么爱你吗 可是无风不起浪 不是无风不起浪 而是无风三尺浪 我真服了这些黄色小报了 他们真能写 也真敢写 你放心 我已经让最好的律师 控告这家报纸了 我一定让他们 吃不了兜着走 我今天一看报纸 就什么都明白了 大太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 这秘密被他带到棺材里去 他没想到二十年都过去了 二万 这事不还是被捅出来了吗 活该 打牌 妖精 八筒 说起来啊 这大太太也不是省油的灯 幸亏死得早 我看这小妖精还怎么狂 他再猖狂 再猖狂 我们就把他轰出去 死妹 轻点 怕什么 隔枪有耳 小鸣 谁敢说我不是孔家的人 我就让他滚出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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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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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放我出去 别吵别吵 大家都别吵 快 简直太不像话了 你有什么 你干什么呀 坐下 坐下 都别吱声啊 开门 把门给我开开 我给你 孔小姐 孔小姐 你这是 孔小姐 你不能进去啊 孔小姐 你不能进 你这样 我很难向我家老爷交代他 举芬 举芬 你这是找谁呢 孔小姐 举芬 有什么事 你跟我说啊 孔小姐 举芬 你有话跟我讲吗 举芬你给我出来 举芬小姐 举芬 你不能这样往里走 举芬 孔小姐 孔小姐 举芬 孔小姐 我有话跟你说 你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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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 孔小姐 有话好 我说话了 你跟我过出去 我问你 是不是你跟报馆说的 松手 松手可以 但是你必须跟我说实话 我没什么好说的 你是不是为了报复我才说那样的话来恶心我的 这事恶心你更恶心我 你觉得荒唐我觉得更荒唐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你走 我拜托你以后不要再来缠我 你一定知道真相 你想知道什么 真相 你娘一定跟你说过什么 我告诉你 没有真相 我是不是你妹妹 不是 我不信 没有人相信我们会是姐妹 我再告诉你一次 我没有你这样的妹妹 你 老爷 你找我 都管家 你下去吧 是 老爷 你来孔府多少年了 我十五岁近的孔府 到今天我都快四十了 你算算 你都快四十了 我还一直把你当小孩子呢 老爷 怎么想起问这个来了 我记得你是跟随太太 一起到府里来的吧 怎么样 你到孔府来 孔府没亏待过你吧 老爷 您看您这话说的 您对我的恩德 我是几辈子都报答不了啊 来 坐 坐 我今天问你一件事 你一定要跟我说实话 你问 你得发誓 这么严重啊 好好好 我发誓 我要是跟您说瞎话 您把我的舌头割下来喂狗 令仪是不是大太太生的 老爷 这 这还用问吗 我要你说是还是不是 老爷 你跟小姐感情那么深 这 这是不是的 有那么重要吗 当然重要了 你跟小姐感情那么深 我就是想知道令仪是不是大太太生的 令仪是不是我的亲闺女 老爷 老爷 他这 他这 我知道这件事啊 只有你和大太太知道 可你瞒了我这么多年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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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那个 我很清楚 我没这个能耐 有长年在上海做生意 太太为了照顾我 她假装怀胎 从乡下抱回一个孩子来 就是令仪 我说的对不对 老爷 你都知道了 老爷 这是 这是当年太太千叮咛万嘱咐 要我千万别告诉你 还让我一定要照顾好小姐 我不知道你能知道了 老爷 老爷 您不会对小姐怎么样吧 你说呢 您不会把小姐赶出孔府吗 把令仪赶出府去 不可能 不过你给我记清楚了 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让小姐知道 你要说出去 我就把你的舌头割下来喂狗吃 我知道了 老爷 我干活去了 定仪 定仪 令仪同学 干什么 报纸上的事情是真的吗 真的假的有那么重要吗 不 重要 尤其对我来说 跟你们有关系 有很大关系 令仪同学 我想帮助你 我不需要怜悯 我告诉你 尤其是 尤其是在这个时候 伟大的师盛 怎么了 又失落了 他拒绝我的帮助 可 可是 我不拒绝呀 我多渴望 收到你的藏头师啊 来 来 来一根 我不会抽雪茄 没抽过 这是上好的哈瓦那雪茄 味道纯正 你试一试 我保证你会喜欢 来 好 谢谢陈老板 没想到我约你癌吧 没有 我早就想跟你好好聊聊了 谁都知道 孔善人身边没有余子盒 这善言商号不会有今天 可那天 善言四场奠基典礼上 我看你怎么心事重重啊 恕我直言啊 我觉得你在善言商号干得不开心 这个怎么说呢 人都有惰性 在一个地方待场了 就麻木了 习惯了 得了吧 你是这种人吗你 那陈老板的意思 你是个人才 你如果肯安于现状的话 你今天不会来付我这个约 我说的对吧 您陈老板是我所敬仰的人 您约我 我能不来吗 我谢谢你给我这个面子 说实话 我一直就很欣赏 让你在精英底链上的才华 你真是个人才啊 谢谢陈老板挂奖 我一直想挖你来帮我 可是我不敢 我也不能啊 不过有那么大的能耐吗 有 可是 你跟三姨太的事 你怎么知道的 你先别管我怎么知道 你现在该仔细琢磨的事 我都知道了 就难保有一天孔善仁也会知道 子和啊 是不是该为自己想一条后路 就算不为自己 也该为三姨太想一想啊 那你说 我该怎么办 这三姨太是什么人 那是孔善仁的心肝宝贝啊 和你呢 为了孔家 拼了半辈子不婚不娶的 你也真该过点好日子 这事难难 好 子和 醒了 快 小心点 走 我今天上午去银行提取备用金 才发现有人偷用您的印章 从银行开出了多张巨额本票啊 说呀 到底多少钱哪 一千二百万两了吧 一千二百万两了吧 我的印章 印章没了 老板 我们遭贼了 要不要马上打电话给巡谱房报警 不用 这一定是内贼啊 李兄弟 赶快 赶快去鱼子和家把他给我叫来 是 还有 你们分头去查一下 这到底是什么人干的 咱们到底丢失了多少资金 是 老板 您没事吧 我没事 是 哦 钱快去 你赶快通知各大银行 就说 我们商号所有的户头 没有我的签字 一分钱也不许汇出去 老板 已经来不及了 你说什么 钱已经汇出去了 银行向我们出示的凭据上 不但有您的印章 还有您的亲笔签名 一切手续的合乎常规 银行没有理由拒绝汇款 来 回到哪里去了 瑞士银行 瑞士银行 瑞士 不好了不好了 三姨太不见了 三姨太不见了 什么 三姨太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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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啊 三姨 近一点近一点 别让老爷听见了 怎么了一大噪一惊一乍的 出什么事了 三姨太不见了 怎么会呢 是这样啊 真的真的 不信你们自己上楼去看看呀 什么时候不见的 我今天早上啊要洗脸 香椅子没有了 我一想 她那不是常备着吗 我就去问她借啊 可这一借啊 房间里没有人 不可能啊 真的 昨晚上还见她活蹦乱跳呢 怎么就不见了 怎么不见了 去哪 我早就看出 她和那个余子和不对劲 总是没来眼去的 死妹 别胡说八道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三姨太不见了 我今天早上 向她去见香姨子的时候 发现房间里没有人了 这事不许跟我爸说 老爷 老爷 又出什么事了 你看 你看 老爷 余子和家已经空了 什么 她人呢 人 我 我打电话到机场 机场说 已经上了去美国的飞机了 还带什么一个女的 女的 谁呀 我 我想是三姨太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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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通来了 神通来了 神通怎么回事啊 神通怎么回事啊 对了怎么回事啊 最新消息啊 最新消息 善言相好遭物鬼搬运 面临破产危机 老板中风送离院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就是啊 现在怎么办 这到底怎么回事 神童神童神童 你说说 咱们以后怎么办 神童 神童啊 善言商号是不是要垮台了 为什么 你没看今天的报纸吗 善言商号内神通外鬼 被人拆空 马上就要破产了 是啊是啊 怎么会 前阵子善人思想不是在刚开业 怎么突然就破产了呢 这个消息啊 大家都知道了 哎呀对呀 你才知道啊 是啊是啊 神童啊 我劝你啊 手上有扇眼骨 赶紧抛了 否则就会被套出来 神童啊 神童啊 我们抛还是普套啊 说句话啊神童 说句话啊神童啊 爸 爸 你抠门了一辈子 这次你千万别那么大方 言文爷把你带走的话 您千万别跟他一起走 你还没有想到福呢 你还没有过到好日子呢 爸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爸 你放心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一直陪着你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小姐 这里马上要进行手术了 请你离开一下好吗 爸 你放心 我会一直陪着您的 小姐 请离开吧 我看呀 老爷子这回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咱们呀 还是早做打算吧 大姐 您可得给我们做主啊 我能做什么主啊 个人还是做个人的主吧 这老三不是已经和鱼子和跑了吗 我想啊 你们也早该给自己留好后路了 照我说呀 趁老爷子还有一口气在 这家产怎么分 总得有个说法吧 不要等商号真的破产了 到时候说什么都晚了 那个小妖精在里面呢 她会不会趁老爷神志不清的时候 偷偷把遗嘱改了 要真是那样 那可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啊 老爷都这样啊 你们在说些什么呀 好了好了 大姐 消消气 怎么了儿子啊 愁眉苦脸的发生什么事了 孔家又出事了 孔家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想不到这么一大家子 说垮就垮了 胡说八道 孔家家大业大的 能垮到哪儿去啊 余子河捐走了 下年商号一千多万 逃到美国去了 可老板听到这个消息 一气之下再度中风 现在在医院里面醒来还不知道呢 哎呀 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不早告诉我呢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 那孔立仪怎么样 那孔立仪怎么样 不知道 现在那些投资客拼命地把上引股票往外抛 这么一折腾 孔家想不夸都难 儿子 走 去哪儿 去医院呢 孔家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我们不能一点表示都没有 做人哪 不能失礼 走 开车去 走啊 开车去 孔老爷在哪儿啊 妈 这是医院 你小声一点 我知道 我知道 妈 他在哪儿啊 伯母 我们对外面说去吧 好好好 丽仪啊 孔老爷他怎么了 我刚才看见他的头上抱着纱布 谁打的 医生刚给他做完脑部手术 脑袋还能开刀啊 医生说下星期很关键 如果还醒不过来的话可能就 不会 不会的 你看孔老爷的耳垂压那么大 吉人天象嘛 他一定没事的 一定能醒来的 敬您机言 丽仪 你看 你以前本来就瘦 现在又瘦了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呀 一定要挺住 不能垮了啊 谢谢你们来探望我父亲 不过这是我家里的事情 你们就不要担心了 你看我们带了一点水果和点心 你帮我们拿进去吧 谢谢伯母 不过你看我父亲现在这个样子 什么也吃不下 你们还是拿回去吧 那 那这点心可以 真的不用了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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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回家吧 怎么了 一太太们在闹分家呢 伯母 我先走了 有事吗 老板 上面的股民都在抛山营山号的股票 我还没来得及看今天的行情呢 赛营山号最近发生的事情 你应该知道吧 当然知道 怎么了 我们能帮帮他们吗 是令一要你来的吗 不是 跟他没关系 记车 老板 我知道你跟令一的感情很深 我不得不提醒你 你是个生意人 做生意要在商严商 不能感情用事 这个我知道 可是孔家现在的状况 如果没有人及时帮他们一把的话 赛营山号很可能就会破产 你这个是做慈善事业的思想 老板 好了 我要打个岳阳电话 你去忙吧 快走 快走 快点 怎么了 一个一个的 这不是名抢吗 抢什么抢 这是我自己的驾到 都是我们自己的 自己的 行东 你们给我听好了 你们上上下下 里里外外 那一样不是我们孔家的 这怪你什么事啊 就是让你管忙 我就是要管啦 ine 就是要管 你别闯了 云 别瞧了 行 我别吵了 别瞧了 这是我 剑 这是我 装手 太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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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外还没醒 谁也不去動孔家的东西 喂 孔公馆 好好告诉小姐 伤后来电话了 说出事了 让你赶紧去一趟 我告诉你们 谁也不许动孔家的东西 走 这下怎么办 你说这事 这怎么办 孔小姐 你今天给我们一个解释 大家静一静 坐下来谈吧 孔小姐 这是提前分红的协议书 你是孔老板法定继承人 希望你能代表你父亲签字 家父现在昏迷不醒 生死未卜 在座各位却急着要分红 让公司解体 你们摸着良心问一问 家父平时是怎么带你们的 你们这么做对得起 家父平时对你们提拔与栽培吗 对不起 他亲自栽培和重用的人 这会儿正在美国逍遥呢 我们为善言商号 卖了半辈子的命 不能到头来两手空空 什么都没有嘛 孔小姐 我们把你叫来 是希望解决问题的 不是来听你训人的 你还不够资格呢 在座各位都是我的长辈 请各位叔叔们看在过去 一同共事 一同打拼的情分上 帮家父渡过难关 现在说这些话已经晚了 现在外面的商号形势这么紧迫 你必须马上签字 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你们总得给我一点考虑的时间吧 没时间考虑了 你呀 马上把字签了 对呀 对呀 签吧 马上签吧 签吧 签 必须签 签吧 签 我要是不签呢 不签就别想走出这个门 是 你别撕了他 你干什么 干什么你 站住 你 追呀 别动 抓住他 令营 抓住他 站住 别跑 令营 抓住他 站住 别动 站住 抓住他 站住 抓着他 跑了 站住 跑了 抓着他 哎呀 怎么让他跑了呢 抓住他 谢谢你替我解围 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还能撑多久 别怕 嗯 嗯 嗯 一定有办法 嗯 嗯 刚好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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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春啊 还没下班啊 老板不是也还没下班 我快了 看完这个报表我就下班了 老板 我还是想跟你谈谈善言善好的事情 我是觉得奇怪 孔善人不是做投机生意的 他是做实业的人 照道理说做实业的人 不会这样大起大落 所以我在想 是不是有人暗中搞鬼 设计了什么圈套 想要整垮孔家 你啊 少替古人担忧 做好你自己的事情 其他的别操心 记住啊 成熟男人的标准 用理智代替情感 好了 我带你去个地方 停下停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好 开始 停 一 二 四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四 六 好 开始 我带你来这里啊 就是要让你知道 商场跟打拳是一样的 不是你倒下就是我倒下的 老板不觉得太残酷了吗 二十多年前我在滑铁卢旅行 感触很深 拿破仑这一生打过无数的胜仗 你记得都是乃是战役吗 那你一定知道滑铁卢 现实就这么残酷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要讲到打仗的话 其实我比较深想中国古代的战争观念 古人围城向来只为三面 为的是给城里的人留一套活路 避免他们做决一死战 老板的目标是善言的地平 如今可以说是胜券在握 我认为其实可以不用赶尽杀绝 真的将善言逼到破产 反而未必能够达到你的目的 这是善言商号的资产及负债明细 请过目 目前善言商号的还款相当的糟糕 如果这一周之内仍然得不到改善 还清所有债款的利息 我们银行将向法院申请扣押令 扣押贵商号的不动产 爸 你告诉我 我该怎么办 我从来没想过我的生活会变成这样 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爸 我现在才知道 您以前一个人支撑这个价有多难 爸 你快醒过来吧 爸 爸 爸 老板 孔灵仪来了 快请她进来啊 是 请 你呀 来 坐 谢谢 陈叔叔 您今天叫我来有什么事吗 你爸爸好一点了吗 你爸爸好一点了吗 还没醒过来 已经第九天了 这回还真是病得不轻啊 对了 我认识一位器工师傅啊 他专门治疗疑难杂症 回头我叫司机把他送到医院去 给你爸爸发发工 谢谢您 哎 我跟你爸爸是商场多年的朋友了 最近 你们善言实业 发生一连串的变故 我是从心里面同情 你爸爸一直是我敬佩的实业家 虽然我们理念不同 但是我们是英雄习英雄 这次孔家发生这样的变故 我当然不能袖手旁观 您是想帮我们 当然 那你打算怎么帮呢 恕臣叔叔直言啊 你爸爸在经营理念上非常固执 他一向不接受我的建议 可你是个年轻人 我会尽力帮你 而且我相信 你一定有能力挽回孔家目前的困境 真的 这个 是之前我想跟你爸合作的一个案子 只要你带你爸爸在这上面签字 合约一生效 我保证 善言商号所有的债务一笔勾销 你先看一下 你要我们卖掉善言商号的地皮 不是卖 是合作 这不可能 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您就是这么帮我们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您曾经多次向我父亲提出 要购买善言商号的地皮 但都被我父亲拒绝了 你父亲怀疑我的诚意 难道你也怀疑吗 虽然我不懂得做生意 但是我明白 我父亲是做实业的 他做事一向踏踏实实兢兢业业 从不做一些投机的买卖 这么大一份家业 怎么可能说垮就垮 我怀疑有人暗箱操作 不意想挣垮我们家 而这个幕后黑手 应该就是你吧 我原以为你是个年轻人 观念不会像你爸爸那样固执 看来我错了 也许在您眼里 我是个不折不扣的败家子 对不起 我让您失望了 你呀 你要真想帮你爸爸 你要真想把善言商号 带出现在的困境 就把这个字签了 这是唯一的出路 我想不出其他的办法 别再偏激了 做生意眼光要可观 这一点 季春比你灵活多了 季春 他过去给过我很多建议 我相信这个事情交给他处理 会比你冷静 我怀疑善言商号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你都脱不了干系 你有怀疑的权利 不过你也得承认 过去 善言商号 是我的对手 可是他现在什么都不是 而且他很可能是即将走入历史的名词 我今天请你来签这个字 是看着两家过去的交情 我希望这个事情能有个好的结果 大家别伤了和气 以后见面还是朋友 好一个朋友 我问你 是不是你指使余子河偷商号的印章 逃去美国的 我刚才说了 你有权利怀疑 货也应该你掉的包吧 我再问你 我再问你 是不是你串通洋人害我爹入狱的 丫头啊 你还真有想象力啊 还有什么罪名 你真卑鄙 丽姨啊 你还太年轻 设事太浅 上海啊 是一个梦幻天堂 可是梦 随时都会破灭 就像肥皂泡泡一样 吹的时候能五光十四 美轮美幻 但一旦破了 就剩下这点水了 好了 既然你不理解我的好意 我也不能勉强 但你记住 不管什么时候 你需要陈叔叔帮忙 我都等着你 谢谢您的好意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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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不能过我 爸 女儿是来向您告别的 我这一去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陈建廷把我们家害成这样 把你害成这样 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爸 女儿不能给你尽孝了 这一切都给你尽孝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手续好吧 好 谢谢老妈 那好就多下一点 赶紧发牌 老板 老板 季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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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叫车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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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追人去 是 快 快 是 快叫车 快点 快叫过来 你可别出什么事情 我们这个圈子 人情比纸薄 我见得太多了 儿子 尽管要挺住 快点 你倒是快点啊 急什么呀 老爷子命运死不了 我的爸呀 不是谁呢 爸 爸 爸 怎么是他啊 他替我挡的子弹 他会死吧 你怎么不问 他能抢救得过来吗 爸 我们这不是也为您老人家担心吗 我们一听到您的噩耗 不对 我们听到您的消息 连滚带爬就来了 好了好了 走吧走吧 别在这儿添乱 哎呦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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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醒过来了 谢天谢地 老爷 您等着 我给您叫医生去 您等着 大太太 二太太 四太太 五太太 六太太 怎么样 老爷怎么样 老爷他醒了 醒了 我去叫大夫 醒了 孔老板 您终于醒了 希望您早日出院哪 孔老板 您在说什么 孔姨 老爷 老爷 孔姨 孔姨 她的叫令仪 令仪是我们家小姐 哦 孔静啊 把令仪找来 进来吧 进来吧 小姐 今天老爷醒过来了 医生说 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 今天的报纸上有这么一条消息 说 赌场血案 已见分晓 数学神童 引誕身亡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真的把他杀了 我不是想杀他 我真的不是想杀他 我想杀的是陈劫廷 不是他 真是天助我也啊 周济春这小子还想跟我转地盘 没想到吧 被一颗小小的子弹 把小命给送上了 你还总说我懒 说老狼不出窝 你看见没 这就是命 什么好都不如命好 不费吹灰之力就有人替我扫清敌手 你呀就是有狗屎孕 讨风凭借力 送他上西天哪 不用叫员 你有狗屎孕 根本是要搰一下 ·垃圾 年鬼 有狗屎孕 这要登记 以后 使我 不但是我们金元证券的损失 也是整个股市的损失 把灵堂布置得漂亮 您就放心吧 爸 他好歹是个神童 我肯定给他布置得漂漂亮亮的 老板 查出来是谁干的 还没有 不过我们在现场找到了这个 这是个女人的憋针啊 是的 我们已经查过了 那天来赌场的客人 都是男的 没有女的 这个凶手很有可能是个女的呀 爸 给我看看 哼 这别致我也有一枚 我们三剑客每个人都有一个 款式还是我选的呢 三剑客 对呀 就是孔令仪 程运红 还有我 孔令仪 凶手肯定是孔令仪 没想到这黄毛丫头还真敢做这事 坏了 这回他没得手了 肯定还会再来呀 你们俩都给我听了 从现在开始 二四小时跟着老爷子 上厕所也得给我跟着 万一出了什么事 你们一个都没想过 听见没 谁滚 是 爸 来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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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菊芬 怎么了 干嘛 怎么了 菊芬你说 干嘛 你快说 菊芬 你怎么了 你快说 菊芬 没了 你说清楚 什么没了 我听陈家的人说 菊芬哥 就胆死了 菊芬 我的菊芬 剩下来 小楠 一句说 天不满心的痴迷 终于明白时间只有爱有意 取榴之间该如何继续 阿姆呢 你来干什么 鸡春哥是你打死的吗 你告诉我 你说话呀 我求求你告诉我你说话呀 是不是你害死的你说话呀你 是不是你打死他 你说你说你说话呀 替我照顾好过目 谁说声我爱你 谁说声我爱你 陈建廷这老家伙那可真大 刺客分明杀的是他 子弹却偏偏拐了个弯 打中了周继春 这个陈建廷到底得罪了哪个大人物 怎么还要派刺客来暗杀他 宋军啊 凌备怎么还没来呀 他去哪儿了 凌备肯定是出事儿了 出大事儿了 你想干吗 你想干吗 你让我去死吧 你杀了我吧 是我杀了季春 你刚才说什么 是我杀了季春 是我杀了他 你开枪吧 你开枪杀了我吧 你为什么要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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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来是要杀陈建廷 我没想到杀季春 是我杀了他 你开枪杀了我吧 你开枪杀了我吧 为什么 怎么每次都是你 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妹妹 我为什么会有你这样的妹妹 走 走 放开我 人是我杀的 跟他没有关系 你们把他放了吧 走 快走 给他们送吧 老爷 这没你的事 你先回去吧 走 这 果然是你做的 小废话 要杀药管随便你 你这是真的想要我的命啊 我们有那么大的仇吗 我只恨我自己妹杀了你 周杰春没有死 你是一枪打中了他 但没打中要害 为了引诱你出来 他跟我配合演出了这场戏 季春和你一起 是啊 效果不错吧 我早就猜到是你做的 但我没有证据 所以将计就计想出这招了 我知道你很爱季春 如果你知道季春死了 你会受不了他 就会自动现身 果不其然 你立刻出现在咸鱼店 河边的那场殉情戏演得不错 如果季春看见了 他会很感动 我现在在你手里 你想怎么样 儿子啊 好险啊 就差两公分就要了你的命啊 俗话说了 这半君如半虎 以后啊 你跟着陈老板要多长几个心眼 别傻乎乎的 这令仪怎么这么恨陈老板 非要他的命不可 季春 是陈老板呢 老板 陈老板 快 请坐 请坐 你还亲自来了 周太太 我想跟季春单独说几句话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请坐 请坐 谢谢 怎么样 伤口还痛吗 还好 替我挡了那颗子弹 救了我一命 我会放在心上的 没什么 这是我应该做的 凶手已经抓到了 是谁 说出来会吓你一跳 空令仪 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的 他现在在哪儿 在我手上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看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 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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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放了他吧 放了他 周济春 你还干什么 令仪出事了 你说什么 令仪出事了 你先别紧张 暂时不会有事 你一会儿说他 有事一会儿又说他没事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令仪在陈建廷的受伤 你说什么 在陈建廷那里 什么意思 他去暗杀陈建廷 被他抓起来了 果然是他干的 这个孩子呀 别担心 令仪暂时很安全 因为他现在还有利用价值 我就是杂国卖铁 你也要救出令仪来 好 你说 陈建廷到底想干什么 请 张英雄 看上去气色不错 废话少说 我的女儿你带来没有 着什么急啊 你不是一直想蚕食我这块地皮吗 现在你得逞了 满意了吧 如果你早肯把地皮卖给我 不是什么事都没有了吧 是吗 有情细 这些东西 有一天 有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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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赛者 有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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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的女儿呢 亲孔下见 爸 爸 你把地皮卖了 好了 你们妇女一定有很多话要说 我就不打搅了 陈仁兄 改天约了一起喝茶 我会有气 张继春 是不是你跟他们合伙设计的圈套 小丫头 这次是你闯的祸 你怎么不说话 周继春 陈建廷的目的达到了 从今天起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 你能做到吗 走 股毛 走 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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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你先躺着 好 我去给你煲汤去 去吧 爸 爸 女儿不孝 非但没能帮上你忙 还要你把山上的地皮都卖了 女儿对不起你 老爸知道你是个孝顺孩子 你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老爸好 老爸怎么能怪你呢 一点都不怪他 爸 好好 老爷 快起来 起来 钱快就来了 快行 请 老板 银行不知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知道我们把山岩的地皮给卖了 都上门了要债来了 这次恐怕要让他们失望了 陈建廷把价格压得极低 山岩地皮已经贱卖给他了 这点钱不足以偿还债务 尽管家 您马上给我 拟定一份破产申请 破产 破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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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